那我們來講一下第二個一個例子 它會讓我們更了解一下 這個OP的一個特性 那我們知道在OP的應用裡面 絕大部分都是有Feedback的電路 那我們剛剛一開始介紹那個Compurator 是一個OP的5 它算是很少見的狀況 那我現在來看一下比較常見的狀況 也就是有Feedback 全部最簡單的Feedback的功能 其實就是我現在畫在黑板上的這個東西 它的做法是什麼呢 很簡單完全不用其他的被動員接近 其實要把一條線從B副的地方接到Bout 接起來就好了 這個接起來會有什麼樣的特性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說這兩者之間呢 我們說V正和V副之間呢 因為它有一個Virtually Short 這樣子的一個特性嘛對不對 也就是說呢 V正 其實呢 我們都會把它當成是非常接近於V副 而且呢我們其實也不用很接近 我們說直接基本上是快要鑲的 OK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這邊的V正 其實送進來就是我們的Input V副呢 剛好接一個Loop過去以後呢 跟我們的VBout是Short 連通的 所以換句話說呢 它達到的結論就是這樣子 藉由這樣子很簡單的回路呢 我們就可以使得輸入電位 對輸入電位 對輸入電位 我們把這樣子的一個電路叫做Vortage Follow OK 為什麼 為什麼叫Follow 因為它是怎麼樣 Input怎麼樣 然後不就跟它動 對不對 那你可能會覺得 講完以後 這還蠻怪的 為什麼 如果我想要創造出來的效果 是Input and Output的話 那 那 跟這樣做有什麼不一樣 跟我直接拉一條線有什麼不一樣 這樣也是Input and Output啊 我為什麼要搞這麼 可以花那麼多的功夫 還要繞一條線過去 還要使用這個OP 一條線不是解決嗎 其實那這兩者的差別是什麼 誰可以告訴我一下嗎 你覺得差別是什麼 OK 主抗 沒有錯齁 他們兩個主抗是有非常大的差別 對於一段基礎導線來講 這邊的主抗是非常非常小的 我們基本上把它的片子 當成是0 幾乎啦 但是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 它不會在1 總是很小 上面這個呢 輸入和輸出之間 你看到的這個主抗 其實不是很小 而且它是非常大 因為它看到的是什麼 從輸入端看進去來講的話 你看到的是這個OP的一個 對於OP來講的話 輸入端看不見大 所以你看到的其實是一個 主抗很大的東西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 好處在於說 如果你今天接到的是一個 主抗很大 你使用的是一個 主抗很大的 sensor的時候 就有用處了 什麼時候主抗很大 sensor的主抗很大 比如說 各位還記得我們之前在講 電積的時候 我們說如果今天我要測量的是 皮膚內 某一塊肌肉的片位的話 我可能要用一些輕度的方式嘛 對不對 那些東西呢 為了要能夠好定位 通常來講都很尖很細 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contact的面積不大 所以它的電阻值積得都很大 電阻值很大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今天只是拿一條電線 接出來的話呢 那其實 它自己本身的電阻值 就會把大部分的 Energy給吃掉 它從不到後面去 也就是說我在連結的時候 我希望能夠有一個 輸入主抗比較大的東西 才能夠有效的把量測到 電訊號給承接出來 我才有辦法做後續的處理 不管今天要做ADC也好 或者是做其他的濾波都好 這個時候 Voltage follow就可以派上用場 因為我們剛剛說的那個 Micro-Eventro 不管它的電阻 主抗雖然很大 但是了不起 大概就是MegaOM 或十個MegaOM這個等級 可是對於OP來講的話呢 我們說過它大概是我們電路實驗室 可以找到主抗最大的東西 它是接近一百個歐姆 一百個MegaOM 我剛剛少講一個東西 一百個MegaOM這個單位 所以相較於我們剛剛說的 那些Sensor來講 它的主抗還是非常強的 還是非常大的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們就比較能夠有效的 把兩色道訊號給轉出來 轉接出來 所以Voltage power 雖然很簡單 但是其實它有一些 它自己的一些功能 再來另外一個問題 我在這個電路裡面 我是把固的部分 接到Output連結起來 我會把正的部分 接到Output連結起來 然後InputVoltage從另外一段輸入 有人搖頭了 為什麼 會多一個什麼 會多一個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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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意思 25會反向 你們看一下齁 我剛剛講的就是 我把這邊變成正的 這邊變成負的 這樣接行不行 OK 剛剛有同學 馬上跟我說不太行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你們先看一下齁 當我這邊轉過來以後 這條事實還會不會成立 一樣Hertiary Short Ve等於V負 接近於V正 欸 接過去以後等於VL 好像還是一樣 但是你說哪個地方會 不能夠讓它這樣子做呢 哪個地方會反向 你講的是對的 沒有錯 不用緊張 有個地方會反向 但是哪裡 Ve會反向嗎 我們來看一下齁 我們來看一下齁 其實這同學已經講得很接近齁 代表他電子學要再注意聽 來 下次可以再更注意一點 如果我們今天的Input Voltage 產生變動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先來看一下剛剛的接法 假設我今天的Input Voltage 稍微提高一點點 讓它上升一點點的時候 這一個瞬間 它會比V負這邊稍微高一點點 對不對 因為我在講那個 剛開始電話的瞬間 當我們的OP 感受到這兩個電位的差別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Differential的Output 對不對 所以呢 你的Output Voltage 其實它也會有一個瞬間 它會想要往上升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只是它會受限於這個feedback 所以最後它會穩定下來 而不是放大無線道 所以它會變成是一個比較穩態的一個變化 我為什麼說它是穩態呢 因為你的Input的變化方向 跟Output的變化方向其實是一直的 你透過這個Input改變 變實的Output變化方向 跟這個整個回路的穩定性 它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它可以快速的抵達那個新的穩定值 反過來 如果這兩個相反的話 這邊變負的 這邊變正的時候 反正一樣的Scenario 它超 升高一點點的時候 變成這時候 Differential Input會變成是負的 然後呢 再乘上一個很大的Game 所以它一開始會有一個傾向 會想要讓我的Output voltage 往下拉 因為是負的輸出嘛 它想要把它往下拉 可是呢 受制於這個東西 它又沒有辦法一口氣往下拉 因為這邊有一個貼蓋骨 會把它拉回去 所以呢 它就會產生一個比較固定的狀況 會有一點震盪 所以我們說 對於一個WGFW來說 其實比較好的做法是Negative Repair 這個叫做負向回饋 對不對 你們應該 負回饋啦 你們應該已經聽過蠻多次了吧 我不知道 零詞是不是還是這樣 比較負回饋 所以我們很少在OB裡面 用正回饋的電路 還是有 除非你今天 特地想要製造出震盪的效果 如果是的話 那正回饋可能可以用 只是絕大部分的狀況 在各位的電子學 因為我們通常追求 是電路的穩定性 這個時候我們會使用負回饋 因為這樣子的話 你的電路的變化方向才會影響 OK 有少事情喔 順便講一下 好 那講了半天 到底能不能放大呢 我們剛剛不是說 可以搭配一些簡單的電路原線 來做出放大的功能嗎 好 現在我們就要來講這個 我們來講最簡單的 OB的放大器 OK 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其實也沒有拿很多 一樣是不回饋的一個電路 只是加上了兩個簡單的電阻而已 線性電阻而已 它達到的效果是什麼呢 好 我們來分析一下喔 來一樣的 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正負這兩個input的地方 他們兩次versary short 其中正端接了0 所以副端這個地方呢 大概都等於正端 也等於接地 我們把它叫oversary ground OK 好像是接地一樣 這個地方是地 這個地方是input 這個地方是output 那好看啊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 這個地方的主抗 超級大嘛 對不對 OB的input Dependence 非常大 所以 它流進來的電流 幾乎等於0 幾乎等於0 的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把它當成是 open circuit 段路 所以你看到現在的電路 迴圈基本上就是在外面這邊跑 這個be經過了rr以後 電路會降到0 然後 經過了rf以後 電路會降到bhout 還有這樣子的關係式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 KCL來解決了嗎 看這一點 的KCL 流入的電流 會等於流速的電流 流入的電流是什麼呢 be 成效 磁力 磁力 除以r1 這是流進來的電流 流出去的電流是什麼呢 是0 減掉 beout 對 除以r1 稍微整理一下 你就可以得到 很簡單的關係是 beout 不要再用 這個 R2 不然我已經換了 這次 不然我還要嗎 這次 通人的後果 還是要算這樣 比較好 OK 輸出跟輸入 它們之間的大小 有一個簡單的關係是 就由這兩個主抗的大小來決定 所以你只要選擇一個R2大的R1的話 電路上面就會有放大的效果 而且呢你放大的大小因為有差了這一個負號的關係 所以它的項目會反過來 如果你輸了是 positive 的一個 voltage 的話 速度就會變成 negative 它就會反過來 這個我想各位應該都很熟悉才對我們把它叫做反向放大器 Diverting and Prefile 可以喔 這個筆值呢 特別講下來這個筆值就是我們剛剛說的点 以這個case來說呢 它其實是 voltage 點 電壓上面的一個增益值 所以我們這樣講 可以吧 那我們就知道這個放大器理論呢 它的好處就是電路很簡單 那個game很好算 不過它的問題就是會有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好像也沒什麼啦 但是有時候有一點討厭之類的 因為它會讓你的訊號看起來全部都反向 OK 所以有人就想說 那我可不可以一樣有放大功能 但是我的game不要是負的 OK 也就是說我可不可以設計出一個 Non Inverting Amplifier 可以反向放大器 那當然我講的當然就是有 對不對 但是非常 反向放大器要怎麼做呢 OK 它其實電路大概長得像這個樣子 一樣是從 負端這個地方做回溯 它分析其實跟剛剛非常像 所有這個AB的分析都 OB的分析其實都很LACE 我們都是先看這個地方 Virtual ratio這個地方 就可以知道呢 所以這個時候 Virtual ratio這個地方的變位呢 大概Rocket就能有Ve 就是你的Input OK 所以這個地方呢 這個電位就是你的Virtual ratio 他們會是等電位 那再來我們剛剛說過了 因為這個地方 非常的High Evidence 尤其是電流 非常的小 幾乎是斷路的狀態 所以呢 這個電位 怎麼回路呢 等於是你可以把這個地方 敲開來不要看 只有這個地方而已 OK 那時候這個地方就簡單啦 對不對 一樣是KPL就可以解決了 KCL就可以解決了 OK 所以呢 這個地方流出去 流下來的電流 等於這個地方 流進來的電流 那流下來的電流 等於Ve 減掉0除以R1 OK 它等於什麼呢 是從這個地方流過來的電流 Vout 減掉Ve 除以R1 在這個方式 像這個方式 簡單的方式呢 就可以得到 把這個R2乘過來之後 Ve再移過來 就可以得到 Vout RX就等於 E加 R1分是R2 E 再把BE兩邊相縮 就可以知道 AM就等於這個 E加上R1分是R2 所以一樣的你選擇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R2的話 你也可以得到放大的效果 OK? Rub is這樣子 這個我們就把它叫做 非反向放大器 所以這兩個都是放大器 就是反向 非非反向 所以這是最簡單最簡單的 一個放大器的應用 OK 再來的話 我們有交到我們的 slide裡面有一個example是 Ratiquart整流器 整流器的話就會用到 Dial2機體 2機體跟 BJT的特性不太一樣 我想應該比它更簡單才對 因為2機體長得像這個樣子 OK? 它只有在 Input voltage 大於0的時候 或是大於0.7 這個sertial voltage 的時候 我們的2機體才會導通 一旦它導通 看起來就像 short circuit一樣 短路一樣 但是它沒有導通的時候 也就是你的輸入電位 小於 對 這個輸入 你的輸入電位 小於 那個sertial voltage 或是小於0 剛才講電路 直接把它當成小於0的時候 你的off voltage 直接看起來 就會像是一個斷路的狀況 OK off voltage 等於0 變成一個斷路的狀況 所以它就是要嘛就是short 要嘛就是open 有點類似像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好 那 我們的這個racket fly是什麼呢? OK 它大概是這樣子的方式在連寫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電路它的應用是怎麼樣 是 來 假設 如果現在的Input voltage 因為現在有一個 diode在這個地方 所以呢 vout 就是op的vout 我們應該這樣講 因為現在的電路的vout op的vout 是不太 在不一樣的地方 op的vout 這個地方的極性 會影響到這個地方 到底要把它當成是倒空的 還是當成是斷路 OK 所以我們現在要先討論這一點 如果要討論這一點的話呢 因為我們必須要知道 這邊的difficial input 到底是正還是負 所以我們 講一個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如果這個input voltage 大於0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這邊大於0的時候 這個地方 比如說兩個大於0 所以呢 你的difficial input 會小於0 所以 經過放大之後呢 vout 會小於0 小很多 所以呢 這個地方 你input 小於0的時候 會把它當成是open circuit 斷路一樣 當它 當你把它當成是那個 寫下來 打0的這個地方 就是斷路 所以它是op的狀態 不工作的狀態 可以 然後寫下來 好 那如果斷路的狀況的時候呢 那這個電路會看起來像什麼 這邊斷路嘛 所以基本上你的 這一個op根本沒有跟你的主要的荒複製方連在一起 所以呢 你看到的電路變化呢 就等於是從這個 它基本上是沒有辦法運作的狀態 所以呢 你的 vin在這個地方 它好像是通過一個電阻 兩個電阻 三個電阻 stop ground OK 其中呢 三個電阻的這個跨壓呢 三倍電阻的這個跨壓是我們的vout 所以的vout呢 基本上是根據噴壓的東西 它等於 2R 加R 加3R 就是3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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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oltage 所以是 2分是1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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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反過來 如果現在的involtage 小於0的時候 這邊的differential input 不大於0 大於0的話呢 不把今天rify出來多少 iDW剩的 它剩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guarantee 這個diode是on 也就是它會是一個生身體的狀態 你看 連接上來了 那既然連接上來的話呢 我們可以再觀察一下 欸 其實這個電阻會很像什麼 是不是很像這個東西 只是差別在什麼地方 差別在於那個電路後面還多加一個電阻 負載而已嘛 對不對 就是我查這個地方而已 不然它其實跟我們的involtage involtage 其實完全一樣 所以呢 你的op是怎樣 只要帶入involtage 先把的公式就好 好 我們說反向放大氣的公式的話 是負的 r2 overr1 這個是r2 這個是r1 這個都不重要 不重要 因為那其實是你的eout的負感 它只會決定後面的電路是多少而已 OK 所以呢 等於是 一倍的r 除以兩倍的r 直上一倍的r 所以 這樣 你會看到 不管今天是正的還是負的輸入 你的輸出的絕對值其實是一樣的 差別是在輸出而已 好 amverage 來講都是involtage的一半 OK 所以它就好說 如果今天這邊的involtage 它是一個閃的所有的位 進來的話 OK 當它是上半步的時候 因不大於0的時候呢 基本上你只是把它的輸出 就是一般的amverage 變小了 變成原本2分之1 當它是小於0的時候 就是閃的所有的下半步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你會乘下一個符號碼 會乘下2分之1 所以 你把它按過 你把它按過 所以呢 就不會有小於0的部分 這個我把它當作整個充電器 這個功能就是整個充電器 因為你的輸出一定會帶有充電 它可以用在哪呢 通常來講 這有時候 我們會用在輸出電位的時候 不要轉到那個ADC的時候 因為對於絕大部分的ADC來講 手持進來的一路模一樣 都必須是正的 各位 可能在電路實驗室 用不到ADC的那塊晶片的話 它的輸入工作電壓是0到5分 如果沒記錯的話 應該是這樣 它沒有辦法接受 負的工作電位 所以你可能就需要先把你的這個 這個輸入電位 做一下急進的一個轉換 好 有問題齁 接下來我們來講下一個example 叫做Differential Amplify 可以插動放大器 插動放大器 插動放大器是要做什麼呢 因為我們會發現 所有的身體訊號 因為 他們除了很小以外 我們通常 這個身體訊號其實都是一個 應該說 這些訊號都有相對的電位 而計算出來 比如說 以吸電圖來說的話 我們說我們需要 我們不是只有一個電位 我們現在是觀察裡面 電往期的變化 體面的電往期的變化 所以通常來講 我們需要至少兩個電極 我們才能夠觀察出 兩個參考電極之間的電位差 我們就需要一個Differential Input 有點像類似像這個樣子的東西 所以你的Input呢 不在像我們剛剛的 Inverted Amplify 或是Not Inverted Amplify 在這兩個Case裡面呢 你的Input都只有一個 你的輸入電位都只有一個 現在我們的輸入電位 可能是有兩個 而且我們直接想要知道 它的Differential 它的Value是多少 OK 所以我們要介紹下面這個例子 叫Differential Input 好 OK 那它的電路大致上是這樣 一樣是付回饋 我們可以看到 那在這個電路裡面 它的工作的表現是怎麼樣子呢 它的輸入和輸入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呢 一樣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比如說 這個地方 它這個地方的電位幾乎是一樣 Differential Input Short 可是問題呢 這個電位是多少 這個電位是多少 我們好像沒有辦法 像剛剛那麼快 馬上就有一個接到D 或是馬上就有一個接到Input 這樣這麼的直覺 它都隔著一些電阻 所以好 似乎沒有辦法直接算出來 可是我們可以觀察一個回路 像這個地方 比如說這個地方 Input裡面已經很超級大 進來幾乎沒有電流 所以呢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斷路 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呢 V2到Bron之間 看到的是什麼 經過的是一個電阻 兩個電阻而已 在這兩個電阻裡面 這邊的電位呢 基本上就等同於R2這個地方的塊量 很簡單的 分壓公式 我應該知道我想講什麼 就可以知道 B正這個地方的電位呢 Bron之間 就等於這一條回路上面的分壓而已嘛 那這個地方的分壓就是R 我看一下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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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所以這個地方解決了 再來我們看到上面這個 這邊這一點的電位 所以我也可以用V2來表示 OK 那我是不是 透過一樣的方式 這邊是 開路的這樣子的狀況 這個回路裡面呢 我們利用KCL 一樣可以去計算出 Input和Output之間的關係 只要把它帶入而已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來 假設這個地方呢 這邊流進來的電流 等於 換一下方向好了 這邊流進來的電流 等於這邊流進去的電流 OK 這個流進來的電流 會是什麼呢 會是 這個V正 不是V2 減掉V1 除以R1 這東西會等於 這邊的電流 所以是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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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應該是這樣沒有錯 好 我們稍微的把它 稍微做一下整理好了 所以 這邊的話呢 我可能會需要到 第二片的平板 我們把V-out 移到等號的左邊 因為我們想要知道 Output與Input之間的關係 把它移到左邊 一樣右邊的就移過來 所以 我們先看一下 V-put的部分 V-put的部分的話呢 它會變成 因為你要先把這個地方沈上去嘛 對不對 然後再加上那個V-put 所以它會等於 V-put 敲下 R1 XXR2 V-put OK 我現在是只有處理V-put的部分 那還有另外是 那個減掉V-1的部分 因為一樣 乘上R2以後 它會變成C V-put 為什麼要把它拆開呢 因為我們的V-put 是可以被V-2所替換的 OK 所以 很快了齁 我們就可以把它 替換進去了 替換進去之後呢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是因為這兩個 都有V-1 你可以把它提出來 提出來以後 裡面的東西會變成是 R1分之 R1加R2 OK 把這一個 TURN帶進去以後呢 會變成這樣 OK 很簡單的替代而已 可是你會看到一件很好的消息 就是 你可以把這兩個旁邊的東西給拿掉 就這邊變成R1分之阿圖 這邊也是R1分之阿圖 就是兩個乘數完全一模一樣 就可以提出來 因此你可以獲得一個同事 今天你的輸出呢 基本上都我們的輸入的 差值成正比 欸 Sorry 跟這兩個差值是成正比 他們的比例值是多少呢 就是R2分之阿圖 所以他得到的東西 跟剛剛的那個 Inversion Reprise Inversion Reprise 有一點點類似 這個TEM是不是有點類似 我們把這個東西叫做 訊號差異的部分的正比值 我們輸出的就是差異的部分 要把它放大 可以嗎 所以換句話說 我今天如果要放大我的身體訊號 比如說舉個例子 我想要放大一千倍的時候 我們說 PCG的話 最大的那個PIP 大概是幾個Min Lose 跟Dem 我要放大一千倍 到幾個Lose 那我只要挑選 適當的 電阻值 讓它差了一千倍 欸 我輸出的電位的話 可能就可以到 我可以觀察這個檔位 那我們試波機 比較適合你觀察這個檔位 OK 好 那感覺上這個 呃 電路好像沒什麼問題 對不對 很棒 我講這句話的時候 已經代表背後一定有問題 它的Differential的部分很好 它的電可以控制也很好 那有沒有其他的特性 我們需要考慮的呢 我們 當我請問一次 我們其實除了 放大的倍率以外 我們還一直跟各位強調一個概念 就是 輸入阻抗要夠大 對我們的放大器設計來講 你不會覺得什麼樣夠大 因為你可能 前端的輸入阻抗是很大的 輸入阻抗夠大 才能夠把你的 接收到這個聲率群 然後傳進到下一次群 那請問一下這個電路的輸入阻抗是怎麼樣 我們說輸入阻抗怎麼看呢 是從這邊看進來嘛 對不對 從輸入端看進來 你假設你這邊有一個電 壓員 去看它所對應的電流是多少 送進去這個電路的電流是多少 你相處以後就是你的輸入阻抗 對不對 那請問一下 你這邊看到的輸入阻抗是什麼 是這個OP的輸入阻抗嗎 好像是啊 因為你這個電線是有接進去嘛 導線是有接同的嘛 那你看進去不是這個OP的輸入阻抗嗎 請注意一下 它在這個點的時候 它還有連接一個電阻道D 換句話說 它雖然看到OP的輸入阻抗沒有錯 但是它跟R度之間的關係是並聯 並聯的意思是什麼 並聯會找那個電阻小的地方流啊 另外的地方電阻再大都沒有用啊 對不對 我一定找電阻小的地方流啊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今天這邊的輸入阻抗是無限大的狀況之下 或是超級大的狀況 我從V2這根OPY這根看進來的阻抗是什麼 其實是R1跟R2的串連 而不是這一個OP的輸入阻抗 所以就知道它的問題在哪邊呢 這個電路雖然騙不錯 可以自己控制 可是呢 它的輸入阻抗 基本上跟你外面的這個電路 是差不多同樣的等級 跟你的OP是不同等級的 他們起碼差了兩個數量成 所以它的輸入阻抗 沒有辦法那麼大 那有沒有辦法改善這樣的電路 各位覺得呢 我們有沒有什麼樣的方式 可以改善這樣的一個電路 簡單來講 我們要怎麼樣增強它的輸入阻抗 從我們剛剛的這個example 來翻一下 我們剛剛來一個example 是告訴我們可以增加電路的輸入阻抗 這是那個Vorage Follow 對不對 雖然Vorage Follow沒有什麼放大的功能 它基本上就是把EV的OV傳遞過去而已 可是我說它會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是它是有非常強的音軌 因為你直接看到的是OV的音軌 OK 所以他們就要說呢 我不可以在前面這個地方 V1 V2這個地方 我先直接加上一個Vorage Follow 其實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對不對 或者是說呢 我們再做得稍微好一點點 不是直接加上 而是做一些些簡單的電路合併的工作 OK 那電路可能需要再寫一下一個版 所以我們先休息一下 在那裡還要再會